新闻大白话年度破关节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这期讨论什么呢 世界看好了 台湾让世界看到 我们别人办不到的世界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 高端四季帝国 刷新全球三官吗 出国需要补两剂被亚洲周刊酸爆了 刚刚我们前一节我们听到陈时中 回复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这也太酸了 不要这样说 怎么说亚洲周刊的封面 他就直接讲了 高端公式2加2 还是等于2 什么意思 就是打了两剂高端 还要再打两剂其他的疫苗 结果等于2 所以有个2是等于0 所以他们很酸的写法是说 这样子蔡政府可以申请诺贝尔数学奖 当然是得讲一下 因为诺贝尔其实是没有数学奖的 但是他强调的就是说 好厉害 2加2等于2 2等于0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 那么刚刚苏贞昌行政院长 苏贞昌也针对这件高端 要再多打两剂 可是其实没有相关的安全保证 那可是不打 又出不了国 这件事情他发表他的看法 听听他怎么说 国产疫苗得到WHO的补助 已经可以到第三国去进行第三期的实验 我们对于整个疫苗要产制 跟进入整个各种各国接受 都必须经过的这个程序 了解 也会尽量的协助国人同胞 院长居然说是协助国人同胞 好像跟他没关系 他之前叫大家怎么打 安心打 全力打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如果现在才有WHO 才能够协助去进行第三期实验 那人家以前全世界其他股价的疫苗 都是三期实验 才有可以让民众可以施打的 这样EUA可以授权 那为什么台湾 再没有经过三期实验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还不知道过不过 WHO这个实验 其实虽然补助的 那么王任贤医师就说 那个不过的几率恐怕很高 如果不过怎么办呢 不是更一翻两瞪眼 很难看 单忙变双忙的实验手法 所以接下来民众要看的是 到底这个所谓的政府 帮我们把高端来开方便之门 快速的打 开心的打的结果是什么 柯文哲说 这根本不是混打 就是重打 大家都这么说 疫苗是在包厢里 不是在包厢里面喝酒吃饭而已 民进党不要把信赖政府的人 当作解套用的工具人 解什么套呢 是为了股价吗 还是为了其他呢 大家就都在问 那么他还说 台湾是极少数 能够自产疫苗的国家 这苏贞昌院长 他另外在说的 他很自豪说 我们能够自产很棒了 政府尽量协助国人同胞 还在协助 你是负责拿人民纳税钱 在办事帮大家买疫苗 把关健康的政府单位 你说协助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意思 心里又作何敢想 而打高端难出国 本来就是政府的 该背的锅 怎么讲的 好像跟他没关系 这是大部分民众 都会有的一个心情跟看法 那么柯文哲批高端混打 其实是重打 陈时中又认了 他刚刚不是那个访问 你们大家听到 他说他讲的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对 那只是亚洲多看 也未免太酸了 诺贝尔其实柯文哲说的 也有道理 那个奖没有那么好拿 台湾在疫苗上 本来就有困难 这个时候又说困难 我们忘不掉 他说我们现在要买国际疫苗 都会有困难 因为被中共打压 买不到疫苗的 保证你们大家都买不到的 那么现在也说 在台湾疫苗上 本来就有困难 那个奖也没那么好拿 没有那么困难 没有啦 根本没有数学奖 所以不用担心 你拿不到这个奖的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我们的前副总统 是谁当时告诉大家 以他的专业 跟台湾的国人说 我们的疫苗高端没有问题 他的安全系数 还有可能性 还是这个美国的疫苗的 软身兄弟 可是他这个时候 出访去了 他到波兰 立陶宛吗 即将要在国际论坛 发表演说 预计11月15号 就要搭机前往波兰 19号立陶宛演说 11月21号反台 难怪大家问说 奇怪当时在一直宣传 高端的这位陈建仁 我们的前副总统 怎么这段时间 高端出了问题之后 却没有看他出来说话 原来是准备要出国去了 然后完全 不知道是国外 还宣扬国外 要讲我们的高端 如何取得EUA 政府如何的有效率 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 不要变成国际笑话 那么夫妻两人 已经做了国产疫苗 人体实验之后 他那时候强调 没有感到不适 完全没有副作用 实验的设计 相当完善严谨 保证自己安全 果然是先保证 自己能出国 所以有那个P图 就说他打的 其实是算安慰剂吗 基本上如果国际 不承认的话 一般政治人物出国 是没有办法 完成这个程序 民众一般还要等 最长要到60几天 才能够出国 要打完两剂 另外的疫苗 那显然陈建仁副总统 前副总统 他有其他的管道 跟其他的手法 果然跟我们老百姓 不一样 那么至于打高端 想出国 要多打两剂 那个高端前段是 前段节目 我们还特别 把他的声明拿出来 跟大家说 没什么 打三剂疫苗 现在是全球的共识 接种加强剂 以对抗病毒 他就要把 现在追加的疫苗 真的国际认证 已经WHO跟FDA认证的疫苗 当成是加强剂 来对抗病毒 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了 美国 加拿大 以色列 都已经开放民众 打第三剂了 所以打四剂也是共识吗 都是我们台湾自创的标准 台湾怎么世界跟得上的呢 那么今天当然 最新的消息是 因为拜席会刚刚登场 也闭门会议也结束 各自发表了一些声明 拜登他公开的 这个是中央社的报 中央电视台的报导 被台湾媒体引用说 拜登公开的说 没有意愿与中国发生冲突 不支持台独 央视报导的内容是 拜登表示 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 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不过白宫发表的声明 最新的说法 倒是没有那么直白 他说的是 拜登支持基于台湾 关系法的一中政策 不支持片面的 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而不是像中央电视台 他所报导的说 直接不支持台独 为什么扯到拜席会 对台湾的关系 其实就是我们任何疫苗的政策 或任何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不都是甩锅 都老共害的 现在拜席会 那么是不是又是跟美国 跟大陆有关系 而这个整个疫苗 在施打的过程 跟民众说服的过程 政府又负责过 惠文哥 这个拜席会开完了 结果我们在吵这个 搞端要不要补打 这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不过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走 把它拉 拉得更长远一点 其实前秋我们这些题目 已经讲了半年了 该到算账的时候了 基本上我觉得陈部长 陈时中包括指挥中心 他现在要让这个 要出国到这个 不管是美国念书或这种出国 打高端的去做混打 重打 随便你怎么讲 我认为基本上他是认错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错 就是美国就是不承认高端 你打良界高端要怎么用 认错了 但是观众朋友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账 给他算清楚 这个是谁造成的 为什么会有高端之乱 当然是蔡总统要负责 你是总统 你完全执政高端之乱 不是你负责 谁负责 陈建仁执行的是谁的命令 苏贞昌 陈时中是谁的 任命的官员 都是你蔡总统做的 你蔡总统你还公开打两极高端 然后还有一些台派 所谓的台派说我都爱怕高端 像高嘉瑜这一种的 王浩宇这一种的 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然后就是为了玩台湾义事 就是要玩抗中宝台 刚浅秋讲这个拜席会 我请问大家 拜登都不抗中了 你还要抗中吗 拜登都说我没有跟中国冲突的 那你是要撞什么 为什么陈建仁要去立陶宛 因为蔡总统上礼拜讲说 我好想去立陶宛 立陶宛在干嘛 立陶宛的总统是个250 他之前在英国跟拜登见面就说 我们要设台湾代表处 拜登总统是支持的 你再去设 你再去设看看 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疫苗 会到这个地步 就因为昨天那个口译哥有来 他说有人把疫苗政治化 谁 我问他是谁 说不出来 你也好了 谁把疫苗政治化 陈时中说我们取得疫苗有困难 我请问陈时中 莫德纳是习近平管的吗 莫德纳是大陆的疫苗吗 你不要每次脱脱 我们取得疫苗有什么困难 从头到尾在玩高端的人是谁 我们有77万人打高端 打了第一剂 64万人打了第二剂 我请问大家有多少人 除了高嘉瑜 王浩宇这种政客 我就不谈了 有多少人是含泪去打的 我就没法打了 我就排不到疫苗 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打 我工作必须要打 因为很多公司很需要 但你应该去快筛 快筛要自己出钱 你说几天就要拆制 每天在那边搓鼻子搓喉咙 谁要搓 有的托儿所 托婴中心 这些地方都需要打 一些补教老师 流浪教师 是没办法去打的 连于北辰的女儿 她在当老师也被迫去打高端 这些莫名其妙 不得已去打高端 现在这条销要跟谁算 当然是找民进党跟蔡总统负责 不是你们搞的吗 你们从头到尾就是要玩高端 玩到高端现在到这个地步 因为高端是根本都还没做三期 三期真的完整做台币 保守估计要100亿 我等着看高端 因为高端总经讲说 我们要做三期 但是是明年才做 明年就是2022年 我等着看你说你给我做三期 你不要说我去巴拉圭弄1000人 那个叫三期 那个不叫三期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做三期 把它做完 花100亿把它做完 我想看看高端到底能不能获得 美国的FDA或者WHO的认证 我认为是很难 但是我要请观众朋友想清楚 今天台湾会有高端之弹 就是无能莫名其妙的蔡总统 跟民进党政府造成的 惠文贵说要算总将 算将的时候到 你当时曾经承诺保证过的 现在做到了 可是他们好像一副 没有跟你结账的概念 他还是在推给隔壁的邻居 或者是推给隔壁老王 要来算这个账 他跟他没有关系 比方说当时最鼓吹大家 最低这个前副总统呈现的人 他直接出国来 人都不露面 到国外去了 他也没有要告诉你 为什么我当初跟你保证成这样 你现在出这个状况 或者是初贞昌运 我们刚刚听到 他就是好像是一个第三者 我会想办法协助你们 你们有什么困难 我再协助你们民众好了 政府的角色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他们这个态度真的 还蛮糟糕的 就是这已经是非常攸关到 国人的一个健康 甚至是生命安全的问题 这么严重的事情 苏院长在那边跟我说 协助什么 这是你要负责的事情 这是你们政府该协助的事情 不要讲的一副像旁观者一样 也不要讲的一副像是 第三方的一个资源者这样 不是你们该负责就该负责 那我先讲一下 拜习惠这件事情 我真的很想问民进党 他现在都已经 拜登总统已经这么直言说 不会去支援台独这件事情 对不对 请问民进党 你党纲要不要改 你要不要出来坑一下声 你要不要出来反对一下 说我们的美国老大 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很伤心 他刚刚美国会生气 对啊 碰到美国说 没关系他讲的我都OK OK 其他人讲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这不是你们就双标 你要你就把你的党纲给我改掉 改掉之后就不要再出来骗票了 你不要每次那边说什么 民进党就是逮着台独的一个意识心态 然后在那边吸取选票 然后等到选举过后又没这回事 现在拜登总统已经讲得这么的清楚 又明白 他不是只是白宫说出来的话 而是拜登总统他自己讲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意义已经是不同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自己要去正视这件事情 那我们再回来讲高端 陈建仁前副总统 他到底后来没有打高端疫苗 其实我非常好奇 因为他当时是说他是打安慰剂 当时的受试的时候 他是说他打了安慰剂 但是 当然是赖清德跟蔡总统一起去打的 但不知道陈建仁后来 对 所以我其实蛮好奇 他后来是不是也真的去打了高端 没有人知道 现在可能没有人知道 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好 假设 我先假设 我不要查我 我先假设 如果假设他真的没有打的话 那我觉得不好的地方是在于说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一直就是鼓吹大家去打高端 鼓吹大家去支持国产疫苗 但如果你最后自己没有打的话 你之前给人家留下的印象就是 对那个陈前副总统有跟我们说 我们要去支持国产疫苗 他之前也去受试了 所以应该是OK吧 但问题是最后他有没有打 没有人晓得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最好诚实已对 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个人诚实已对 你要去跟人民讲清楚 如果你真的不是当时打 但是你却在媒体专访的时候 讲的一副很厉害 讲的一副高端疫苗非常的厉害 结果最后发现 我自然是打安慰剂 不是傻眼 把人民当 真的是当傻子在看 好 那再来 高端公司说的是什么 第三剂是加强剂 这是全球的趋势跟共识 但问题来了 它的第三剂指的是国际认证的疫苗 不是你这种 之前连二期都还没有完成 完全的解盲的实验的时候 你就让大规模的民众去做一个施打 我认真讲 其实网络上一直有一些人说 这很像在谋财害命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真的不晓得说 它到底后续上造成人体的负担是什么 我要跟大家很诚实的说 我周边真的有年轻朋友去打高端 他后来心脏痛 然后一直拉肚子 拉肚子拉了非常的久 他已经拉好几周了 他们就想说你是怎么了 想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看起来就有点累累的这样子 然后现在 你打了两剂高端之后 你跟人家说 如果你有紧急出国需求的话 你再去补打两剂 这合理吗 然后他没有做任何的人体的一些 相关的临床试验 你刚才有连一的医生就是说 这恐怕有增高 心肌炎发生的可能性 对 所以我觉得 那指挥中心也说不清楚 对 所以我觉得政府真的是 不要太没良心 我真的觉得政府这样真的有点太没良心了 就是推得一干二净 然后讲说 没有这个正式的一个临床试验 所以我不确定它的安全性 跟有效性为何 但请你去问一下医生如何评估 再做决定你要不要施打 请问医生要依据什么来评估 这不是很搞笑吗 我觉得政府你不可以这么没有责任心 然后一句话就直接推给医生 医生到底要凭什么 去做出决定 他敢担这个责任吗 我如果建议你去打 就出了什么状况的话 请问是谁要负责 医生负责 还是指挥中心 还是书院长要负责 而且就算是真的出了问题 就像微服部说的 你要去申请救济 救济出的钱 不是我们国家的钱 然后这四季打下来 到底是四季服应战士 就神功护体了吗 还是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到目前为止 真的大家都不知道 救济出的钱 感谢观看